你 你的腿 腿没事 只是鼓励 你终于回来了 对不起啊 让你担心了 以后不要这样吓我了 我没那么好的承受力 我告诉你不要再为我批命了 我不是让你走了吗 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你真的以为你有九条命呢 我当时也是着急 你没事就好 你怎么会从医院里面出来 我也不知道 我醒来以后 你怎么会从医院里面出来 就在哥哥的病房里了 你真的 什么都不知道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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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们回家 那你走慢点 从医院醒来后 从医院醒来后 几乎没有人察觉 前几天的唐觅并不是我 那天之后 我们两个的规则 似乎恢复了 那天之后 我们两个的规则 我已经说了 几点了 几点了啊 都看看表 你还不睡觉 我今天点事都出来了一会儿 都出来了一会儿 你搞清楚啊 你的身体不是你的 是唐觅的 知道吗 我知道 一会儿就回去睡了 早点睡啊 嘛 咱们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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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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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快来看看我的麒麟病 你你你你纹身啦 干嘛呀你 贴纸而已啦 我小的时候啊一直很小门身 觉得特别酷 后来当了演员也就没机会了 所以你要在唐明身上找刺激啊 都说了是贴纸了 你最近怪怪的 有吗 我先睡了啊 晚安 我先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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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睡觉了 我搞定了 我 мире 你连一个小智 alle 你改变了 我牛奶 没机会 你开心了 你干吗 你终于出现了 门好久没见了吗 三个早晨 今天最夸张 几乎一整天都是落殴 一整天 你看你后面垃圾桶 还有更夸张的呢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这什么情况啊 我也想知道 我觉得 你应该跟你哥好好聊聊了 一天到晚见不到他 我根本抓不住机会啊 你抓不住 他抓得挺牢 他基本上用你身体 在人间玩了一通 什么意思啊 美黑 纹身 纹身 放心 暂时还停留在贴纸的阶段 但是你哥他最近 真的不太对劲 他现在情况越来越差 也许只想找个途径 来散散心吧 可是本质上讲 他在剥夺你的时间 他是我哥 我们之间不分你我 那是因为 他占用你的时间还不够多 他在几次动 他就好了 他觉得我要改变去 他的处理 他在订阅中 我杀做了 他不完忘了 他就做了 他不完 就这样 爸爸